這個單元我們來解讀一下 這個銅鑼的振動模態 如果我們對這個銅鑼 去進行理論模態分析 我們當然就可以得到 自然頻率 以及對應的模態陣型 那看到這麼多的自然頻率模態陣型 是不是有點煙花繚亂 我們就來解讀一下 它的振動模態 的不一 首先我們看 這是我們稱為它是Global模態 因為它是整體的振動 那我們可以依照我們先前看 圓盤的時候我們會設定 鏡像R跟θ方向 我們可以解讀出來這個是R方向 它是沒有G θ方向有兩條結線 所以我們稱這是 Global的02模態 這個當然也是Global的03模態 我們也可以知道 因為這是一個 圓盤結構 所以 它都有兩兩的 對稱模態 所以我們稱這是 軸對稱模態 像 這個 04 05 這個也都是 軸對稱模態 也是 Global的 整體 結構整體的模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 有趣的是 因為這個螺中心 原版 它這邊是有個結體 所以它這個 原版的中間這裡 相當於好像是一個 固定 四周固定的 原版 所以它就會有 Local的模態 那因為 R方向跟θ方向都沒有結線 所以我們就稱這是00 模態 這個呢 它在 R方向 這邊 是有 一個結線 所以我們稱是 R是1 然後θ是0 那這紅色的好像相當於它的四周被固定起來一樣 好 那另外 這個呢 它其實也是 局部的模態 也是中間的這個 原版 的區域 那它呈現的是θ等於1 所以它是01的 Local模態 同樣在這個呢 它是相當於是02 因為它中有兩條結線 所以有 是 中間原版部分的局部模態 是02 那這樣解讀下來 我們當然就更了解這個藤螺的 模態真型的物理 來我們整理看一下 第一個 因為這個是一個 圓形的結構 所以都會有 軸對稱模態的特徵 所以像 這02 03 04 05 這些都有軸對稱的 模態的特徵 好 那在這個螺呢 因為它是中間有一個 圓板 平的 然後它有階梯狀 所以 在這個局部區域呢 我們 就可以發現到 它會有 局部的 模態 那我們稱 Local模態 那同樣這個Local模態 也可以顯現出來 好像是一個 四周固定的 圓的平板 所以它會有 這種 沒有對稱的 就是Radial mode 00 10的模態 也有這種 有SETA方向 有結線 的 軸對稱模態 好 那最後 補充一點 有趣的是 我們敲這個螺的時候呢 都是敲它的 正中間點 好 也就是說如果敲在中間點 這些都是結線 包括 像 這個Local模態 這裡 都是 結點 所以理論上它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如果我們螺 敲得很準 在正中間的話 其實會發出聲音的是 就是這個00的模態 跟這個 10的模態 而且都是 Local模態 好 那當然 實務上 我們可能沒有敲那麼準 所以其他的模態的聲音 可能 也會 出現一些 好 那這個單元 我們來解讀了 銅鑼的 震動模態 希望 讀者 對 打擊樂器的發生 模態 會有些幫助